好,现在是初始状态,所谓的都是红灯,然后之后右边的那个就是右边那个变成绿灯,说明就是直行车辆可以走,然后下一个状态就是它会变成黄灯。 好了,它变成黄灯,说明这个时候要慢行,然后下一个中间的就是左转车可以行,说明它是绿灯,下一个它变成黄灯。 好,这个时候它是变成黄灯了,然后这个时候,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有新的按按钮的话,就是说明有新的通过了。 OK,这个时候要等待一个这个状态,等待当前状态结束,等待当前车辆通行完毕之后,那么新轮的就是左边这个才会变成绿色才会,新轮才可以走,OK,现在已经变成绿色了,然后之后的话等待10秒钟它就会变成,再会恢复成车辆可以通行的状态。 OK,这是中间车辆可以通行的状态,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再按,还有新的想通过的话就再按一下,再按一下,然后这个时候要等待下一个状态。 好,说明是所有的系统已经正常工作。 好,说明是所有的系统,系统就成了一段时间跟我进行粉,发起来和进行粉统,结果 seventh digo partes